美日果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最终还是蓝北维京针对中国 4月16日 拜登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菁义伟 结果从媒体公布的细节看 有两个地方非常搞笑 一 白宫方面为菁义伟准备了隆重的郑昌 一个巨无霸的汉堡 一个国家领导人倒访美国 郑昌遭待用汉堡 这真的是绝了 菁义伟向媒体透露 他完全没动 因为谈话非常热烈 这真的很尴尬 因为对自己的亲密盟友如此怠慢 这大概也就说明了 美国骨子里瞧不起日本了 至于菁义伟的所谓非常热烈 恐怕也只是掩盖一下尴尬罢了 美日两国领导人会谈 结果谈来谈去 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人身经验 家人等私人话题 这是国家会谈 结果谈那么久 双方没有谈国事 而是落家常 这不是儿戏吗 但是会晤变成了落家常 而后在记者会上却狂喷中国 甚至发表联合声明时隔52年 再度将台湾写入了美日联合声明中 这种情况说明两点 一是日本在美国面前 的确没啥实际地位 美国说啥 日本就听少 否则援手的会晤应该谈正事 没正事可谈 说明一切都是美国确定好的 二是日本已经铁了心与美国走 在针对中国这么大的问题上 完全的按照美国的节奏中 甚至一点都不还价 这表明日本对美国有重大诉求 同时也已经确认拿中日关系 去交换美国给日本的政治利益 除了上述搞笑的事之外 在会谈结束后 菅义伟还在阿灵顿公墓 尽献花圈 在这个公墓里 埋葬着大量二战时期 美日太平洋战争时 死亡的美国士兵 这也就是说 菅义伟想歼灭日军的美军 致敬去了 美国的这一安排 多少有对日本的不忠重 但更搞笑的是 日方大方的接受了 大概 这是美国在向日本继续示范 必须跪着面对白宫的信号吧 无论美日什么关系 但他们联合针对中国 却是实实在在的 4月16日 美日领导人在华盛顿 举行首脑会员 并在会后发布了联合声明 该声明粗暴地 对香港 新疆和台湾地区 等事务予于评判和干涉 并鲜明地表示 将共同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美日的这次联合声明 我们可以认为 是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 针对中国最有敌意 和最具挑衅性的表述 甚至还时隔半个多世纪 重新把台湾问题 纳录到了联合声明中 而上一次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 还是1969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 与时任日本首相 佐藤隆做会塔之后 菁以为甚至还在 记者见面会时强调 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特别是在确保台海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上 达成一致 声明称 拜登和菁以为在中国的行动 对亚太和世界产生的影响 交换了意见 并对中国所谓的 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不一致的行为 表示共同担忧 重申对于中国 在南海违法的主张 和行动的反对 重申两国对于国际法规定的 自由开放的中国南海 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 声明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是 我们强调台海和平稳定 重要性 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这话说得好像很委婉 但实际上这里暗含着两个意思 一是支持台独 在台独越来越猖狂的情况下 强调和平稳定 无非就是重容台独 给台独撑腰 二是帮助台湾一武巨统 所谓鼓励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就是个意思 台湾问题该如何解决 是中国的内政 关你美日什么事 需要你鼓励吗 所谓鼓励 就是暗含着美日要军事干涉的意思 因为只有依靠军事实力 才能够谈所谓的鼓励 美国再次表示 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并首次提出其反对任何一番 单方面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 智利涵间将该岛的管辖权 上智地判定给了日本 美日还就高科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声明中强调 将在未来5G 芯片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合作 美日这一动作是想继续地对中国实施科技战 试图借所谓的芯片技术来压制住中国 美国想借日本之力对中国实施打压 很显然 美日联合声明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 已经脱离了两国合作的正常范畴 在我看来 这表明三点一是日本彻底的倒下美国 这一点已经不用怀疑 联合声明重提台湾问题 就是美国拦子野心 和日本想与美国南北围歼的铁证 也意味着日本在政治上已经选择了美国 并准备全面的对抗中国 而日本借着中国还没有完全敌视它的时候 想用这种急掉头针对中国的方式 来换取美国政治上的支持 从而达到自己的某些政治目的 三 美国想用最快的速度通过稳固美日同盟 来获得在印太地区最高效的多国共识 尤其是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印太合作 在这场蓝背围歼的合作中 美日是打错了上榜 但在中立的角度 美国的行为我们还能理解 毕竟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眼看中国快速逼近 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压和遏制中国 对美国来说 哪怕如日本这样的一根救命稻草 也是要尽一切办法抓住的 中比没有能够给白宫以心理安慰 但是日本就有些让人遗憾了 原因很简单 日本的综合国力相比中美差距太大了 加在中美之间能够平稳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现在日本一定要倒下美国完全针对中国 这必然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这是美日联合声明 把当前中美最敏感的问题全部的写了一遍不说 尤其是在声明中暗含了 美日要联合用武力干涉台湾问题 这绝对是越过了中国的红线 越过了中国的红线会有什么后果 2010年在日本挑起钓鱼岛问题后 中国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 在钓鱼岛实现了常态化循环 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多年 这一次性质要比上一次严重得多 在我看来 必然引发中国在三方面的强势反弹 第一 政治上的强硬反弹 日本在签署了这个联合声明后 中日之间政治上的后信已经遭到了重创 既然如此 接下来中国一定会调动力量 在政治上给日本一些颜色看看 尤其是日本要将核污水排放太平洋的事件 中国必然会加大打击日本的力量 二 军事上的强压 既然每日在声明中暗示要武力干涉台湾问题 那么中国就必然会在军事上做出强硬部署 运不了太久 大家就会明白 中国会有针对日本的针对性措施 日本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军事强压 三 琉球问题将会被提上桌面 既然每日安保条约如此公开针对台湾和钓鱼岛 那中国也必然重提琉球问题 因为琉球法律上是联合国托管状态 美国将其管辖群私相授受给日本是违法的 这次重提很可能会是中俄联合重提琉球问题 我们且看接下来会不会发生 另外中国必然尽最大力量加快武统准备 只要时机合适 中国一定会雷霆手段出击 到那时美日敢借路个试试看 中国绝对不会倾劳 美日的声明意味着中日中美 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一次大摊牌 既然摊牌了 那接下来就是靠实力来较量的 没什么好说的 实力还是实力 日本拼得起吗 等着瞧吧 叫我看来 未来最倒霉的一定是日本 感谢观看